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金钱法则 金钱流就等于水循环 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我们都整天想 我想挣更多钱,我想变成有钱人 我想过有钱人的生活自由自在的 不用再每天为了工作,辛苦的劳作什么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梦想 可是我们人往往只是以我们自己想象的方式 在增加我们自己的财富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变成有钱人 真正的想变成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和搞懂有钱人的金钱游戏是怎么玩的 他的金钱法则是什么 他的金钱流向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必须要先搞清楚了 那这当然我和我和普通人一样 我也曾经有过梦想 我也曾经想过和大家就是想要去研究 怎么变成有钱人 所以我在这期间我读过大量的书籍 我好好地去研究过他们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怎么来玩的 这个他们的游戏到底是怎么来玩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一步一步踏上他们想要的自由生活 那可以说目前为止我在40岁以前我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 也就是说我已经摸透了他们的规则是什么 并不难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他们这个金钱游戏金钱规则到底是什么 首先讲的一点是为什么说金钱流就是水循环 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把钱和水 风水方面也是和水连在一起 其实道理是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水循环是什么 就是天上有云 云下雨 鱼变成水 水汇集到大海 海通过蒸发再继续变成云 然后这一个循环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滋养了我们大自然 滋养了我们世界万物 对不对 水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水循环却滋养和造就了这一切 其实和金钱流也是一样的 金钱你要得把它流动起来 然后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 它会滋生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你才能享受这个过程 越来越能享受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当你想要变成有钱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原则搞清楚了 好 那讲到流动 这也是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 穷人总是认为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钱人 他们的花费 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以为想拥有那样的生活 首先必须我们要拥有很多很多钱 我们拥有很多很多钱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因为当你想要拥有很多很多钱的时候 第一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工 你可能要花更努力的去 想要把钱纳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把它存起来 然后积少成多 这就是普通穷人的思想想法 但是其实真正的有钱人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是在努力的让金钱不属于自己个人名下 为什么呢 因为在税法里边 属于你个人名下都要打税打得很高 这就是普通打工族 当这个钱到你手里的时候 你挣的越多 你打的税就越高 30%可能已经交给政府了 虽然打税是应该了 因为这是国家福利 帮助国家去建设基础设施 这是应该打税的 但是有钱人 因为他们的钱 每个人挣的钱都是辛苦 钱都是自己辛辛苦互争来的钱 而打税的方式 可能如果你真的是越挣越多 打税越高的话 那很多人也是不愿意去 把自己辛苦的钱拿出来 都交税的 也有这样的 所以呢税法呢其实是帮助有钱人的 那这个税法 它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合理的方式 让你把这个钱给避开了 就是不会去交到国家 怎么个避法呢 当然因为它在避开这个税法的同时 它也必须把这个钱流动到这个社会上 这个社会才能运转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说 我在这里讲这个税法 就是说 你一个公司里边的 你挣到 不管挣多少钱 你是先花 花完了以后 剩下的钱 才打税 比方说你这个 你比方说你这个公司一年 挣了100万 那我买设施 我就是我雇员工物 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做很多东西 花了 990 事后只剩下一万块钱 那剩下这一万块钱 也就是说你的公司 我今年我真正盈利就有一万块钱 那你只需要把这一万块钱拿去打税就可以了啊 甚至很多都是负资产 很多大企业 你看很多上市公司啊 有几个盈利的 你以为他们都不盈利吗 不是不盈利 而他们不不不可能告自己 不可能说是自己盈利 因为你盈利了就要打税 所以这里的钱 他们拿去全部都是开阔自己的事业呀 买分公司啊 买别的企业 总之是不停的扩张啊 对不对 在这个扩张过程当中 他们是在不停的不断的买资产 而这个资产呢 会再帮帮他们挣钱 不停的挣钱 这就是所谓的富豪榜上 简单说他的个人身家啊 他的他的身家拥有多少多少个亿啊 什么呢 一个公司股票 比方说股票值多少多少亿 但是股票在股市里边 他不是在他的银行账号里边 所以是不需要打税的 除非有一天你把这股票卖了 拿出来钱 你才真正需要打税 对吧 所以这是所谓的多少多少亿也好 你多少多少身家也好 那些全部都不是啊 都不真正的是在个人名下底下啊 所以呢 有好多时候我们表面上看 哎呀有钱人的生活呀 怎么怎么样啊 他们哎呀呃开名车呀 什么私人飞机呀 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在他们个人名下 但是这这也是有钱人聪明的点 他们不在意 他们不在乎公司 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是否在自己名下啊 因为他们依然 就算汽车不是在他们名下 他们也是可以开的 就算飞机不在他们名下 他也是他的私人飞机 对吧 他是他只在于这个过程当中 我享受了什么 给我带来多大的名誉 对不对 或者说给我带来多大的效益 他并不自在 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我的名下 所以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最大的区别啊 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这里的只大大只是大概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啊 但是我们一个普通人怎么能做到这个样子呢 我们很多人就会想 我曾经在只是一个打工族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有钱人的游戏移到我的身上 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游戏规则给玩转了他啊 也就是从自雇人士开始 首先OK 我要开一个公司 我当时其实在打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 我也没有想过我要做生意 所以我那个时候当我知道 当我读完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 当我知道这个理念的时候我就想OK 我要开一家公司 这样的话呢 我所用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去开开支啊 而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开支 我就不用心心苦苦去挣钱啊 心心苦苦挣了钱之后呢 我存了钱 然后我再去买 这是穷人的模式啊 而有钱人的模式是 我怎么样去啊 在公司里边 我可以挣钱 然后呢 我去花完之后 剩下的钱 我再打税 光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区别 在税务上就已经在把你的这个金钱里边啊 已经帮你省了百分之三十啊 百分之三十 你想你辛苦挣的钱 百分之三十打税 和他们那些打完税之后 再去再去报税 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这里我们先不要说对与错啊 而只是说他们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 怎么玩的 那呃 你想一下我们一年 我们自己的钱 辛辛苦放在银行里边吃利息或者放到股票里边或者放到哪里 他一年的增长率可能也没有百分之三十 对吧 所以能省掉税务 他本身也就是帮你增加 增加钱财 这是一个最好最直接的帮你增加财 增加财产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点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 不懂了就去看穷爸爸富爸爸里边会有详细的讲解 再不懂去问你的会计师啊 好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怎么样去进入到一个有公司或者是就是像穷爸爸富爸爸那本书里边讲的有四个项线 一个是普通员工帮别人打工的一个是自雇人员 再就是企业家再就是一个投资者 那我当初是打工族我想变成一个如果我想踏入到一个更就是我想踏入到这个金钱游戏里边 我想把这个规则用上的话 首先我想到的是我要变成自雇人员 当然我在六年前当然我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变成自雇人员 我想的是直接开了一个生意 也就是说我直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啊 有自己的生意你就算属于企业家了啊 好 那企业家要好自雇人员也好 因为我觉得自雇人员更容易就是实现 因为自雇人员你甚至不需要开一个business 不用开一个生意 你只是上会计师那里申请一个税号 然后说我是自雇人员 我的收入是多少啊 然后同样也是可以啊 你在比方说我在我比方说我现在做了YouTube 那我在You我的YouTube这个也等于是我自雇人员 我自己雇用我自己 我也是等于是有一个有了一个小的business 就是一个小的生意的一个运作模式 那在这个里边我通过YouTube所挣的钱啊 所挣的钱我可以拿来 比方说我可以拿来买器械买相机最好的相机 我可以买我甚至可以买名牌包包 可以买啊就是一些设施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可以说我用来拍摄的 我可以买很多的东西 我说我是可以用来拍摄的 那在这个方面就已经把我在YouTube所挣回来的钱啊 给花掉了一大半 其实这个钱说实在的你在这个公司里边去花和进入到你的口袋里边 你个人名下再去花就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东西依然我买回来 我是放在我家 我是我自己用 对不对 对不对啊 那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全部 OK我出工资 比方说我YouTube挣了这么些钱 我认为这是我的个人所得 OK那我报税 报税之后呢 我必须要打掉30%的这个税务 但我30%的钱就没有了 我交给政府了 做善事了啊 交完税以后呢 我拿回家 我把这个钱 哎呀我今天想买名牌 哎呀我今天明天我想买个相机 哎我后天想买个电脑 那是你在用你自己的钱买 是不是啊 这是打完税以后再购买 一般正常家庭都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如果我是自雇人员 我是以YouTube studio的工作室的这个角度去买的话 那我就是可以把这个 我所挣回来的钱拿来买这同样买同样的东西 但是我买完了以后剩下的钱 这才是我的YouTube的 这才是我YouTube的工作室 真正所挣下的钱 然后我再拿去打税 这个其实差别就很大了 非常非常大了 甚至我可以把这个钱全部都花光 甚至我说我是不挣钱的 我是没有钱挣的 那我就不用打税 我就不用打税 但其实政府也是这样的 其实你的钱只要花出去了 它是流动在这个社会上的 政府是不会管你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税法 税法并不是你偷 有的人说什么叫不合法的偷税漏税 就是你确实有现金在手里边 你不去报 这是不合法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是拿去花掉了 然后剩下的钱再去报税 这是合理性的避税 这是合法的 也就是税法里面这是合法的 所以从这里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啊 你的金钱玩法就不一样了 规则也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呢 我觉得我建议你们 如果你真的想踏入这个金钱游戏的话 首先要学会怎么样自己开一个生意 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变成一个自雇人员 其实自雇人员依然只是属于第二上限 还不属于更高一层的 企业家是更好的 因为你当了企业家之后呢 你才能真正的脱离出来 像我是正好相反的 我是先做企业家 就是先拥有自己的生意 然后呢 我完全脱离出来了 我自由了 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才选择的YouTube 那在YouTube里边 我依然是有收入的 可是我为了在YouTube的这个收入里边 依然在玩这个金钱游戏 所以我还是决定做一个 所以我给自己整了一个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 我有了自己的这个生意 然后我玩同样的游戏 同样的金钱规则 来保持住这个金钱流 金钱流 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如果你想更快的达到财富自由的话 必须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 把里边的这个规则搞清楚了 然后把它运用到你生活当中 有的人肯定说 哎呀一旺啊 我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做自雇人士呢 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在澳洲啊 你非常容易做自雇人士 像我一个普通大妈 我做YouTube 我都可以啊 可以做变成 都可以变成自雇人员 你会计师 律师 牙医也好 技工也好 任何东西啊 你都可以 在澳洲 其实非常容易变成自雇人员 而且很多人 什么电脑设计师啊 有的人还不愿意说 是我就是长期聘请你 因为公司花钱 不那个嘛 他们都情愿是呃 请自雇人士 然后就一个program 一个就是一个project 一个project的来去呃 给你钱 这样的话呢 公司也省钱 你也可以有一个公司收入 又不一样 对吧 所以其实在海外 在澳洲是非常容易变成自雇人员的 那还是那句话 当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做的时候 把意念发出去 啊 我曾经就这样的 在我打工的时候 我就在想 当我知道这个金钱玩法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 我怎么样可以有 就是变成一个自雇人员 或者我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个business 拥有一个生意 我怎么样能把这个金钱游戏给玩 转了他啊 怎么能玩转了他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会我的所有的 当我因为我的知识已在那里了 我把有钱人的金钱玩法的规则 我已经都学通学 学通学透了 甚至我的认知 也在不停的跟上他们的认知 所以我就在不停的寻找机会 而且我不停的发意念 就在那个时候 就天时地利人和都出现了 跨梦想成真 我就达到了 哎 我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我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哎 我现在又这个 生意稳定之后 我就可以抽离出来 然后过我自己的生活 现在完全是处在一种 那个财富自由的状态底下 其实而且我在这里 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财富自由啊 并不表示说 你一定要拥有多少多少钱 你才可以财富自由 不是的 而是穷有穷的玩法 富有富的玩法 你每一个阶段啊 你都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一个部分 而不是说等我有钱了 我再怎么怎么样 等我有钱了 我再怎么样 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我们就是像我妈妈那年代吧 像我我小时候童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么多玩具的时候 一个小石子 一个布袋 我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我那时候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 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的 我可能一直画笔 就会让我玩得很开心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在我们 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快乐 但是 我说过你一定要 你往哪方面去寻找 你才能找到答案 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说 哎呀我又有钱了 我才能快乐 我又有钱了 我才能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永远看不见那些免费的娱乐 你永远看不见那些免费的幸福快乐 你看不见 因为你总是在盯着那些 哇有钱了 我才怎么怎么样 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们就要放弃看这边 而不看这边不是 我觉得人活在世上 有欲望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欲望 把真正的幸福快乐而丢掉 或者等到我有钱了 我才怎么怎么样 那到时候too late 会后悔的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中立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level 比方说我的资产 我有多少钱 这个level不算是有钱人 只是一个中产阶级 但是在中产阶级里边 我可以达到最饱和的那种幸福感 快乐感 我会把它用到增 就是我会把它全部都找出来 好好的去享受它 也就是说不管我多穷 或者是不管我多富 我都会玩的很快乐 我会用我自己能力所在之内的 把自己玩到最开心最快乐 找到我最幸福快乐的方式去生活 然后我在依然在不停的进步当中 我可能还会更高一层 我可能还更 就是还依然保持那种梦想 我可能想做 想做millionaire billionaire 我想做世界上很富有钱的 我想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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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还保持那段梦想的那一块 但是这一块呢 我就在边不单单只是梦想 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改变我的认知 一点点往上攀爬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从小 我们家庭不是有钱人 我妈妈 但是我妈妈是个很乐观的人 所以我从来就让别人说 你吗 你是有钱人吗 我的回答是 我从来就没有穷过 就是我的妈妈给我这种的印象是 我从小 不管我处在人社会任何一个层次 我都是在那个层次里边 过得最快乐的那个人 不管什么level 我都可以把自己变得很快乐 而且我是可以一步一步 一边快乐 一边往上奔爬 一边快乐 一边往上奔爬 我们人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说等我有钱了 我再怎么样 然后我就痛苦啊 不满现状啊 怎么怎么样 你当然了 你想 如果你在处在一种比较低一点的level 你看到的去比是比较高一点的level 如果你和这些高的level比的话 高的层次比的话 你当然是不快乐的 我希望大家的是 你在这个层次里边 你就好好地研究 在这个层次里边 你可以怎么样快乐地玩 快乐地生活 然后我们在眼睛看着更高的level的时候 我再努力地学习 努力地学习 然后达到努兵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你可以一边快乐地 一边享受人生 然后一边进步 对吧 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而且想跟大家说的是 人只有保持在最快乐 幸福状态非常好的情况底下 你才能财思敏捷 你才能天时地利人和都来 因为你的气场 小宇宙都是充满了能量 充满了快乐 充满了阳光 那好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来 所以机会就越来越多 而且人在非常积极乐观的情况底下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机会 而且你会充满力量 去朝着这个机会去奔跑 去努力 所以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底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好的状态越多 你比别人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以往就是变态这能量 从小到大就是被我老妈培养的 就是从小就是变态这能量 一直保持在这种非常乐观的状态底下 而我们越乐观越有能量 我们就越比别人成功的就越早 那你就更早的就是财富自由了呀 那你就可以更早的财富自由了呀 对不对 而我现在的资产可能比你们观众钱的任何一个都不一定多 但是我可以做到我已经财富自由的状况 有很多人可能你的钱已经多过一万好多倍了 但是他心中依然认为哎不行啊我还不够 我还达不到财富自由 我不能啊 我要用多少钱之后 我才可以放下自己的生活 我才可以放下自己的工作 我才可以享受生活 这是什么 这是个人的认知的问题 那就像前段时间在台湾有一个女孩三十几岁 他们就是环游世界嘛 环游世界 然后好像是都没有工作吗 还是怎样 就是他们属于一种穷游 穷游 就是你想财务自由其实很简单 只看你对你自己个人的生活要求达到什么程度啊 你每天啃一块面包也是生活 你每天吃山珍海味也是生活 对吧 那我当然并不是说让你们说啊 我每天是啃一块面包 我早早就财务自由了 不是 而是找到你自己认为最舒服的那种状态啊 就像我现在一样 可能我说有的人他可能财富已经多过一万很多倍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做财务自由 是他认知问题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 我并不说他是错的 但是你的这个level放的越低 你的人就更容易幸福 更容易放下那些劳累的东西 更容易解放自己 所以说实在的 其实特别是学了几件以后 我觉得我们人用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多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需要的开支其实也真的不大 特别是经过疫情之后 我们天天待在家里边 我花费觉得特别特别的少 真的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开支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 那你仔细的算一算 仔细的算一算 你所拥有的财富可能已经足够你去过完你下半 下半辈子了 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挣那么多那么多的钱 但是有一个点的是呢 由于我们人呢 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金钱 金钱流动的这个规则和法则 他往往把自己陷在一种就是老鼠跑圈的这种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像他想哎呀拥有更多我才能才能是才有财富的 所以他就买楼买车买了很多的负资产 而有些负资产他就会有他就不得不拼命的挣钱去填这些资产 让自己不停的滚动在这里边就会很累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规矩把这个有钱人的规则和规律搞清楚了 搞通透了 然后再去做某些事情 那有一个点就很明显不一样 就是有钱人他们买房啊 我买来之后他升职了 我就把他卖掉 那我就可以从中获利 不管这个房子我还没还完 还没还完 只要他进来的钱比我出的钱多 他就是一个资产啊 他因为他的心态已经准备好了 我买回来就是卖的 这个钱是流动的 所以他就是不怕的 不用担心的 而有些穷人呢 是这样的 哎这个房子我买了 我一定要拥有一个房子 我买下来之后我就不卖了 这就是我的老本了 他的钱都压在里边 然后非常辛苦的工作 花时间去去去就是说去往里填这个房子 如果一旦遇到经济危机 或者遇到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他明明是可以把房子卖掉啊 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轻松很多 这都从新开始了 对不对 或者是从新 或者是说 再买一个费的卖掉 再买一个便宜的房子嘛 都可以的 只要是把这个钱流动起来了 你就可以东山再起 或者你就是从新开始 都可以没问题 但是穷人的思想不是 因为这是我的 我就一定要死死的抓住 我就一定要死死的留着 甚至拼了老命的 就是说非常辛苦的 在支撑着这个资产 依然不舍得卖掉他 依然不舍得把他套现 就是把自己陷入到一种非常痛苦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这就是人的认知和思想的不同 对金钱流概念的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悲剧 造成的悲剧 所以有钱人不是把所有的资产都落入自己的名下 我拥有的多我就是富有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们满脑子动的脑筋就是怎么样把金钱流动起来 流动起来 那我刚才讲到的是生意 企业怎么样去把这个金钱怎么样节省 他们怎么样去花这个钱 为什么能感觉他们好像花钱和流水一样 刚才只是讲的这个 到最后我们讲的就是 有钱人所花出的每一分钱 我们表面看他们好像是在乱花钱 或者是奢侈品那么贵 你买一个车几十万够我吃下辈子了 一般我们就这么说 你一个车几百万够我们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他们每个人花钱绝对不是白花的 他花出去不是像我们一样 有钱了我就买一个爽 我买了我有钱了 我可以买这个 我可以买得起有钱的东西了 爽不是的 而是他们所没买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都会经过深深熟虑 大部分有钱人 他们买这样东西都是资产 都是资产 比方说我最近在比较研究潮牌 看潮牌 因为最近比较接触一些年轻的东西 然后就在看潮牌 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人就会收集一些潮流的收藏品 那我当时就在想 哇塞这东西好贵 叫一个正常人来说 谁会买这个东西在家里放着呢 是吧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一个普通人 还有一个有钱人 他们这个钱都是拿来花的 他们都是想拿来花的 可是这个钱应该怎么花呢 有的人像 我觉得最普通的人 节约的人 他只买自己几需要的东西 几需要东西足够了 好样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 哎呀看到这个好也买 看到那个好也买 然后买东西是不加思索的 而且只是喜欢就买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个东西价值是什么 那我后台下我后来想了一下他们所买的这些收藏品都是在升值 而且都会有一天可以卖出去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收藏这个东西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好看 或者是只是单单说收 off 我有钱啊我爽我买的爽我喜欢买的爽 不是而是他们真的是有买有卖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房子一样啊 穷人是我买回来这就是我的了 我不卖我不卖 那这个东西到你手里边等你传到你孙子本 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可能分分钟给你扔了当垃圾扔了啊 所以说真正的一个懂得把金钱流运作起来的人 他买回来他有想过我这个是可以卖出去的 我这个是可以卖钱的 当你什么时候学会买进卖出买进卖出的时候 把这个钱运作起来的时候 你就真正的懂得物品啊 在你手中经过而留下的现金流的这个运作方法 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在想 这个东西会不会升值 这个东西 这个钱花出去 我可以再收回多少钱 一件衣服 OK 一件非常贵的一件衣服 那正常人 那一件非常贵的衣服 我穿过一次两次之后 我得到了 就是比方说我拿来拍视频 给我啊 形象上有特别好的增加 从我这走一圈 可可以给我 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荣耀 然后呢 当有一天我不想要它了 我依然可以把它卖掉换钱啊 那这件衣服 比方说我一万 一万二两千块钱买回来的 等我卖出去的时候 可能我还可以依然卖一万块钱 也就是说 我只是用了两千块钱 穿了一件非常名牌的衣服 然后在我生活中 我也享受过了啊 享受过了 而不是拥有它啊 享受过了 然后呢 我又花一万块就把它卖掉 我只花了两千块钱 啊 这就是一个真正财富流向 一个真正的投资的人 头脑里在想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身 我们身边所用的 所经过的 所购买的东西 请都希望你们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它值不值得你去购买 而且与其你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或者你看我后来很多东西都卖不掉 都扔了 或者是送人了 我觉得还好可以送人 或者是还好送到那种 OPSHOP 就是那种二手货店 他们可以卖钱 然后那钱可以拿去捐给别人 我觉得至少还有点价值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 就是真的是毫无利用价值 可能就直接就扔掉了 我觉得还不如把这些钱 都积攒起来 要买就买一个非常好的 哪怕贵一点的 至少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了 把它转卖出去 它还有一定的价值 至少它到别人手里面 别人依然会把它捧着像宝一样 这就是贵的 这就是资产和负资产 或者是说有价值的东西 和没有价值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而在这个 我在了解这个收藏品 了解潮牌 了解这东西的期间 我就再回头再看看 我家里边那些 我不舍得扔掉的东西 我就觉得 我天哪 就这些东西你也不舍得扔吗 这些没用的东西 在占用你的空间 在占用你的空间 去放这些垃圾吗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 我以前就不舍 就是我有我的理由不舍 但是回头看一下 我曾经所谓的那些不舍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毫无价值 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那当然现在呢 我就在努力学习 我怎么样能把这些物品全部套现 去卖掉 就是可以换些钱 因为我在努力的 在用投资者 投资人的思维方式 去想 去来想我身边的这些事物 这些物品 怎么样可以让我的这些物品 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能拥有最大的价值 所以这都是在 这就是我们在变成有钱人的过程当中 脑子里面不停不停 需要运转 需要去思考的东西 那今天呢 其实讲了蛮多 关于这个金钱法则 金钱的规则啊 可能有点散 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但是呢 我基本上啊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就表示你真的是对有钱人的 这个金钱玩法和规则 是一点都毫无头绪的 我建议你去看穷爸爸富爸爸 因为这本书呢 是就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小孩的角度去写 从九岁开始 小时候一点一点去写 它的成长历程 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的交给你 怎么样去来搞清楚金钱的规则 而且呢 看不懂以后呢 你就你就会马上 你在任职各个方面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而且对于想真正变成有钱人 绝对不是单单只是挣钱这么简单 因为一个人的认知 才是决定了你将来 真正能变得多有钱的关键 所以你在想 你在努力挣钱的同时 一定要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认知 你才能真正的去冲破 这个穷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魔障吧 所以就不好听说魔障 就是因为你从小 我们从小父母教育 给我们脑子里面套在 我们脑子里面这个框框圈圈 是很难突破的 但是只要你突破了这个东西 你就非常容易踏入到快车道 进入到有钱人的行列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